來到10.3 10.3 我們會學習一個新的圖 Skater Diagram Skater Diagram 其實跟之前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在說 我們在找兩類數據之間的關係 所以這次我們不再用棍棍去表示 我們去看看下面的三幅圖 例如這幅圖 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在說實際上的分數 這裡是Sciences 分數 兩方面都是分數 分數的平臨 上面不會發現很多的對手 什麼意思呢? 例如有學生 Test Det går好了! Sciences 有80分 Mac 送到100分 sciences 180分 然後在焦點營opy 換句話來說,例如這個學生的 例如這個 這個應該得到30多分的MAC 以及40分左右的Science 這裡每一個交叉代表有一個學生 所以現在這裡總共有10個學生 每個學生向下讀的時候都會讀到MAC的分數 向左讀的時候都會讀到Science的分數 我們說scattered graph或scattered diagram 我們就用來看看兩種數據之間的關係 例如這幅圖,我們想看看 MAC的分數和Science的分數有沒有關係 我們找10個學生,把數據考察到scattered graph 現在我們就可以看看 究竟這兩個分數有沒有關係 你會發現它的趨勢大約是在這條線上 什麼意思呢? 我們說屬於這裡的人 MAC應該是比較高分的位置 這群人同時對Science來說 都是比較高分的位置 好,低一點 這群人對MAC來說是比較低分的位置 同樣地,他們拉到Science 對Science來說是比較低分的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總結 MAC高分的人 Science也會高分 反過來,Science高分的人 MAC也會高分 MAC低分的人 Science也會低分 所以我們就說 其中一個越多的時候 另一個都會越多 這種叫做Positive Relation 請你記住這個Terms 同樣地,這裡 我們發現這次是MAC和英文 我們說交叉代表學生 所以在這裡的交叉 即是在這裡的學生 他們的數學應該是拉下來 應該是比較高分的 但當我們拉到左邊的英文的時候 我們發現 數學高分的這群人 英文是比較低分的 而在這裡,這群人 數學比較低分的人 英文是比較高分的 不知道它是否代表現實 總之現在我們發現 當一個高分的時候 另一個就會變低分 或者反過來 一個變低分的時候 另一個就會變高分 那麼這個 一個多一個少 我們稱為 Negative Relation 然後到最後 你會發現這些點 都比較混亂 就是MAC高分的人 他可以PE高分 MAC高分的人 PE又可能很低分 反過來 MAC高分的人 MAC低分的人 PE可能很高分 MAC低分的人 PE又可能很低分 所以我們說 我們找不到它之間的關係 這個叫做 No Relation 或者No Obvious Relation 沒有一個顯而易見的關係 沒有問題的話 看看下面 下面很簡單 通常問這些問題 他就會問你 我現在給你一幅圖 或者叫你畫一幅圖 然後問你 現在究竟 這兩個是甚麼關係 按照上面看得到 上面說 條線向上斜的 就是Positive 條線向下斜的 就是Negative 的Relation 這次例題 寫了很多東西給你 先說一下它的題型 即句式 它寫著 the more 和the more 這是一個英文的文法 越多這些東西 就會越多 另外一些東西 所以這次 有個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這兩樣東西 哪兩樣東西 就是 Access 上面那兩樣東西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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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